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六十八集 面对红袍女鬼赤裸裸的威胁 刘文海和秦云都是有些害怕 他们不禁都是下意识地抱紧了怀中的刘伯 不过站在女鬼对面的张凡却是冷笑了一声 现在的你已经是尼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 你还想害人 我现在给你两条路 第一 自行散去 到阴曹地府报到 第二 并使我用这斩鬼符把你彻底斩杀 让你魂飞魄散 张凡冷哼了一声 这一声是震聋发魁 面对如此强势的张凡 那女鬼是真的怕了 房间大部分都置于阳光之下 她的生存空间很小 并且张凡实力强横 她根本也不是对手 女鬼那充斥着红光的眼珠子 微微地转动了一下 脸上浮现出了一抹楚楚可怜来 准备向张凡求饶 但是她化为出口 张凡便又开口了 休想拖延时间 企图让风光印散掉 你好借其逃走 听到张凡这话 红袍女鬼那惨白的脸 微微九十一变 你真的要敢进杀局吗 就在这时 刘伯的卧室外面 穿出了一个重重的咳嗽声 这咳嗽的主人不是别人 正是刘伯 只见刘伯 缓缓睁开眼睛 看到父母之后 满脸都是疑惑 爸 妈 这是哪儿啊 怎么了 见到刘伯醒来 刘文海和秦云的脸上 猛地浮现出了一抹喜色 儿子 你醒了 秦云的声音里面 也是充满了激动 张先生 我儿子醒了 我儿子醒了 刘文海则是冲着张凡兴奋地喊着 张凡回头看了一眼 脸上也是浮现出了一抹欣慰来 刘伯缓缓地把头转了过来 看着张凡喊了一声哥哥 而后便看到了 站在墙角位置 身穿大红袍 头戴紫金冠的女鬼 刘伯微微一震 而后便看向了父亲 爸 你放我下来吧 闻言 刘文海便把刘伯放在了地上 刘伯的爽灵刚刚归位 有些伤了元气了 所以 他刚刚落地之时 腿还有一些发软 差点没有站稳 一个亮枪 摔倒在地 不过 这整个过程 刘伯的目光都没有离开那红袍女鬼 他的爽灵 剧烈地震荡着 一股陌生的记忆 猛地注入到了他的脑海里 他缓缓地 看向红袍女子 轻声地呢喃道 娘子 听到刘伯这一声呼唤 那红袍女鬼的身体 微微就是一阵 儿子 别往前走了 那是邪随啊 他一直在害你 刘文海 一把就抓住了刘伯 是啊 儿子 你千万别再上前了 秦云也是一步跨上前来 紧紧抓住刘伯的另外一只胳膊 爸 妈 我知道你们担心我 可是我相信 他是不会害我的 刘伯满脸都是真挚 他此话一出 拎得菜场的所有人 心头都是畏畏一针 那红袍女鬼的脸上 也是浮现出了一抹动容 这种久违的信任感 是他经历了上百年的孤独之后 第一次看到的 不行 你不能去啊 不 爸 你让我去看看他 他不坏的 他真的不坏 在梦里 他把一切的好东西都给了我 真的 儿子 让你生病的邪罪就是他呀 如果不是张先生 你现在早就是个死人了 不能去 儿子 刘伯回头 平静地看了父母两人一眼 爸 妈 你们从小不就教育我要有爱心 要善待他人吗 那个小女孩很可怜 她跟我说过她的事情 我们关系很好 求你们让我去看看她吧 她真的是不会伤害我的 红袍女鬼 静静看着远处的刘伯 不是不觉得 眼中的两行泪水 也是流了出来 不过 这泪水并非是真正的泪 而是两滴 类似于魂体的东西 滴落在空间之后 瞬间便散去了 刘温海和秦云 看着儿子那可求的模样 心中也是动摇了 爸妈 你们放开我吧 我想再去看看她 刘温海和秦云互相对视一眼 慢慢地把手给松开 刘伯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 而后大不留心地走进卧室 张帆哥哥 谢谢你 我有几句话想跟她说 可以吗 张帆微微点头 索性便收起了斩鬼符 坐在了她身后的椅子上面 刘伯 对不起 我愿意让你陪我成婚 险些害了 对不起 成婚多好啊 我很愿意娶一个像你这样的漂亮的媳妇 听到这话 张帆嘴角微微上扬 看了眼刘伯 这么小就会撩妹了 不简单呢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每次跟你成婚 都是我最幸福的时刻 不过遗憾的是 每当我一觉醒来的时候 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你不应该把我的记忆掩盖掉的 在刘伯生病的时候 每天夜里发生的事情 她是不知道的 每次 那红袍女鬼 都会把刘伯的记忆掩盖 今天 刘伯的爽灵 再次被女鬼给抓出来 然后 又被张帆打入体内 唤醒了存储在 她爽灵中的一切记忆 所以 刘伯又知道了 之前发生过的事情了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 你是大户人家的孩子 你的父亲为了家族的安定 把你嫁给了另外一个 大户人家的儿子 但是 在新婚之夜 你却被婆婆给毒死了 你心中怨念很重 所以化为厉鬼 杀光了他们的家人 你一直 想找一个对你好的男人 做相公 你觉得 我对你好吗 女鬼 重重地点了点头 哼 我觉得 你对我也很好 要不然每天晚上 我也不可能笑得那么开心的 听到这话 红袍女鬼的脸上 也浮现出了一抹娇羞了 其实 我晚上来找你 就是想跟你在一起 不是想害你的 这些 我都知道 其实 我应该多为你想想 多为你父母考虑考虑 红袍女鬼的脸上 也浮现出了一抹 无奈之色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请不吝点赞留言